记者王俊忠台南报道,今天近午,一名杨静男子到南市安南驱海电路的台新银行,他告诉刑方人员与住魏景旗当兵的儿子遭绑架,要集会款240万元,住景旗店三分局警方迅速查证新兵训练中心确认杨儿在军中安全受训,为遭绑架,及时阻止杨南被骗走这笔积蓄。 仅仅51点多,南市安南驱海电路的台新银行徐经理及工信助为警信杨静男子拿着一张纸条信门,神色慌张,工信助警察较有意,主动上前询问,杨南表明他儿子遭绑架,急需汇款台币240万元,工信助警第一时间觉得杨南疑似遭诈骗,立即拨电话到市警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报案。 三分局远警到场了解得知是今天上午杨南接到诈骗集团电话表示,其儿子在军中服替代役,早上外出公差时遭人绑架,如要放人,需领240万元听后指示。 警方立即联络军中心,确认杨南儿子在军中安全受训,没有遭人绑架请示,确定杨南是接到假绑架的诈骗电话,信及时查证清楚,保住240万元老本。 南市警三分局长戴崇贤获悉此事,立即到台新银行表扬时经理与工信助威警,同时呼吁民众接获一次诈骗电话时,务必保持冷静,小心查证,迅速报警,切勿惊慌,害怕,一时失去理性判断力,因而赔上毕生积蓄。 240万元